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说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都有喝一杯牛奶的习惯 现在伴随着我国奶业的快速发展 现在牛奶不仅仅还可以用来喝 更可以用来吃 它是怎么一个吃法呢 在那边我看到有不少人在排队 我们过去瞧一瞧 在一处展位现场 硕大的中央厨房占据了绝大部分 参观者将操作台围得水泄不通 两位甜品师正在利用鲜奶制作奶油甜品 新鲜出炉的甜点显得精致诱人 不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 很美味 就是那种很醛厚的感觉 比较就是受人们接受嘛 就是又好吃又有营养 对对 记者注意到展台周围大多数人都是年轻人 事实上伴随着年轻一代消费习惯的养成 乳品的消费习惯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中国奶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预期2018年 包括冰激凌 奶油 乳饮料等乳制品的人均消费量 将达到33.98千克 比2017年增长2.5% 近两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茶饮的 还是在我们的餐饮 还是我们的烘焙这些渠道来看的话 奶制品的运用越来越多了 说明了整个的消费者 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口感的要求 越来越高了 同时它对整个的健康的要求 也是越来越高了 正是在这种消费升级的新趋势下 我国乳品行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探索 以满足乳品消费的新需求 牛奶的用途非常广泛 它可以被用作制作成的各种各样的奶制品 像我手中的冰淇淋 就是用鲜奶做成的 那么除了这些常见的奶制品 它还可以做成其他不同的奶制品 据说有一种奶制品 它的营养价值是普通牛奶的十倍 在这个展会的现场 我也发现了它的踪影 它会是什么呢 没错 它就是奶酪 事实上奶酪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品 全世界乳制品消费都以奶酪为主 2016年全球奶酪产量1939万吨 使用原料奶1.94亿吨 接近全球原料奶加工量的二分之一 奶酪的应该说营养价值远远高于鲜牛奶 十斤牛奶才能出一斤的奶酪 奶酪同时的钙的话 它是以胶体磷酸钙的形式存在的 应该说奶酪是给我们补钙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膳食来源 在展会现场 我们的记者也发现 许多乳制品企业的展台上 都有奶酪的身影 吸引不少消费者注入品堂 不少卢宾企业纷纷抓住机遇 积极投入奶酪的生产加工 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在我身后就是奶酪知识片的 加工和生产的车间 大家看到这条生产线 大概每年能够生产 大概3000多吨的奶酪知识片 这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概是16片 如果把这些奶酪知识片 连成一条直线的话 那大概比北极到南极的直径距离 还要长 这家生产线所生产出来的知识片 主要供应全国的麦德拉和肯德基 我们今天给我要求 要求是很方的 所有的产品品都是我吧 大概有什么级别 10万亿 这一天是周末 一间烘焙教室里坐无虚席 孩子们的眼神显得焦急而渴望 他们在做什么呢 原来为了推广奶酪的营养和吃法 这堂奶酪烘焙体验课 每周都会举办 消费者不仅可以品尝各种奶酪美食 还可以亲手制作不同的奶酪食品 想不想吃 特别想超小 非常想 香 通过企业引导 加上政策导向 我国奶酪消费呈现增长趋势 2011年 我国奶酪进口量29000吨 到2016年 已经超过9万吨 两名国内奶酪消费市场 驶入快车道 将来的主要的消费就在这个青年一旦 这奶酪的逐渐接受 所以我们国家呢 未来的奶酪市场的空间是巨大的 然而 在现代奶业生产加工体系中 要想生产出优质的奶制品 前端的养殖环节尤为重要 在此次展会上 针对奶牛养殖存在的问题 不少参展企业也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比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项圈 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大功能 这个项圈是做什么用的呀 这个项圈是用于监测牛的繁殖 还有健康的状况 就这么一个小小项圈吗 对 就一个小小的项圈 带在牛脖子上就可以了 原来 这个项圈就像是给奶牛用的智能手环 它能够以每天300多万次的计算频率 24小时监测奶牛的健康状况 并发回云空间进行分析 此外 它还能准确预测奶牛的发行期 从而大大增加了受运率 降低养殖成本 如果这头牛没有被及时发现 它将错过一个星期 浪费21天 一天的饲养成本呢 大概是50到60块钱 20多天一头牛 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 如果规模化的牧场 那肯定就是浪费的更多了 对 依靠这个项圈 奶牛就可以好像享受了24小时的管家服务一样 对 就是这样 如今 在现代化牧场里 通过健康监测系统 牛舍环境控制等一系列环节 奶牛得到了全方位的照看 在各自的牧场里 奶牛们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今天的天不错 我们看到这些奶牛都抖到院子里来 漫步休闲 这个养殖场实行的是封闭卷舍和运动场相结合的方式 这个牛呢既能够在卧室里边静养 也可以走出户外享受阳光 午后的阳光下 奶牛们有的在悠闲漫步 有的在闭目养神 这里一对老姐妹在表达爱意 那边 牛妈妈在鼓励刚出生的小牛犊第一次站起来 而看到记者和摄像机 更多的奶牛 似乎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 在养殖场的围栏上啊 我们看到挂着一些这种方形的砖 你看一排这都有 你看这个砖呢 还挺沉 大约有十来斤 而且呢 它这个方形的造型 上面还有一些凹陷的地方 这个呢 它的造型就更古怪了 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这些砖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牛的铁砖 里边还有围料元素 草料元素 还有围绍素 牛如果掃起里边 瘸这些元素的话 它就混了一铁 原来 铁砖就像给孩子吃维生素或钙片 而这些凹陷 就是奶牛长期舔食形成的 除了补充微量元素 还要求奶牛不能喝脏水或冷水 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个儿的就是防这个气氧水净 对干净 这个呢 最高可以调到45度 可以调温 可以调温 那靠什么加热呢 它有个地热袋里面 不过 奶牛在水足饭饱之后 并不都是老老实实的 在卧床上睡觉 在牛舍里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每个牛舍里头 都有这样一个像刺猬一样的装置 它上面这些刺呢 不是很硬 但是呢 非常的结实 那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牛体刷 给牛是挠痒痒用的 它怎么能挠呢 这个是牛是带 身上刺痒或不出钱 像上它的挠痒痒 可以身上往上贴 一贴一动它 它就这样而然就转了 这个能转 能转 自动转 那人要碰一下它也转吗 可以 那我试试 可以 就这么一碰刷 没转呢 哎哟 原来牛体刷内 安装有感应马达 当奶牛触碰它时 就会自动旋转 而且速度和力度 也会自动调节 达到奶牛最舒服的状态 购买这样一个牛体刷 就要一万多元钱 一个是能把它省上的脏的东西 能去掉 再一个退的毛 能给它输掉 脏加舒适度的 牛更舒服了 它奶可能品质也会好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它没有病了 就不用药了 它的更健康了 它的残奶的品质 肯定是能保证的 人们常用对牛弹琴 来比喻自己的表达 对方是完全的听不懂 可是这句成语 今天用在奶牛身上 似乎并不是太准确 也不是太恰当 为啥说呢 因为这个积奶大厅 放弃了这个音乐 而且是浪漫的清音乐 那么这些奶牛 能听得懂吗 伙计 听得懂吗 那么 为什么让奶牛 听着音乐积奶呢 这样做会有效果吗 快乐积奶 啥意思 是能让牛放松的 牛用 牛听了之后 对心情能舒缓 牛进来不紧张吗 听着钢琴起 它能放松 能多产奶 就是 目前奶牛存栏 100头以上的规模牧场 全国已经超过8600个 而且都是严格执行 奶牛标准化 规模养殖生产技术规范 实现了大家看到的 这种标准化牧场养殖 同时 全国100%的牧场 实现了器械化鸡奶 这就为生鲜乳的品质把控 提供了可靠保障 如何生产出 高品质的牛奶来 跟它的源头 是有很大的关系 说在这种生态 雄环的这种 模式下面 生产出来的牛奶 它的源头 我们才能 非常高效来控制 才能保证 将来通过我们 加工出来的 各种口味的这种 美味的牛奶 这才能提升它更高的水平 正是通过理念的创新 以及研发的投入 我国奶液竞争力提升的步伐 不断加快 不少乳制品企业纷纷走出国门 力图打造国际化奶液品牌 我们在澳新地区 主要是考虑 在资源内的 去与一些 这样的一些国际企业 进行合作 那么在欧美地区 我们才终于在 科研 在技术 在品牌方面 然后去进行 这个活作 然而 设置于饲料价格上涨等 外部因素 我国奶类产量增速放缓 2017年 我国牛奶产量 3545万吨 较上年下降1.5% 一些全球性挑战 正逐渐成为 我国奶液发展 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了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倡议 对奶液发展的 推动作用 在此次中国奶液大会现场 中国奶液协会 联合十家 国内知名儒品企业 共同发起成立了 一带一路奶液联盟 借此平台 不仅能够协助儒品企业 引进来和走出去 为中国奶液发展 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还能给消费者 带来实惠 借助海外的资源 它的环境资源 生态资源 往了它的需物业发展的 高品质发展资源 在研发上 在技术投入上 和整个管理体系上 整个链条的打造上 真正跟国际接轨 对我们中国的企业 也是个出动 通过这个联盟发出 我们行业的声音 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 走出去 那么利用国外的资源 生产因而配方奶粉 来供应国内的消费者 这样可以满足 国内市场的需求 奶制品质量 一直关注度提高 热点话题多 在思考中国奶液发展时 我们要有冷思考 首先要有决心 中国人不能靠吃 别人的奶制品存活 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奶液 其次要有恒心 奶液发展要从 饲料奶源等基础工程做起 只有做强做大 全部产业链 才能保证奶制品质量 第三要有信心 中国奶液一直在追赶 世界最高水准 已经走上 做大做强的正确道路 奶液大会是 检阅中国奶产业实力的机会 既可以让我们看到 一些具体的技术进步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明晰 有关中国奶液发展的战略 老人遭遇电信诈骗 民警及时发现并劝阻 小伙未当网红 直播非法捕猎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前不久 在上海嘉定 一位老人遭遇了电信诈骗 民警及时发现 并劝阻老人 让他不要挥钱 可老人就是不信 直到民警跟对方通话后 戳穿了骗局 老人才恍然大悟 民警许绍华赶到这家银行的 自动柜员机时 老人已经离开 据报警人称 老人当时边接电话 边给对方打钱 随后民警许绍华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 在周边道路寻找 在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了老人 那么好骗钱 我要活了六十几岁了 是什么他讲的 我就问一下 警察你总应该可以相信吧 我也不会干扰你 你能跟我讲实话吧 你这个所谓小警察 我也不能说 典型的被洗脑状态 不管我们说什么 他就始终认为 像我们这种 就是一线民警 或者是一号林巡警 他是不懂他们假警察 跟他说的这些事情 经过民警的好言相劝 老人同意先去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老人表示 手机微信上 有一位自称 上海市公安局 普陀分局的杨警官 给他发了警官证 和通缉令的照片 称他涉及一起诈骗案 要他将银行卡内的现金 放入指定账户 进行验证 老人表示 他已经在指定账户 存入了两万五千元钱 还要再存几万元钱 此时老人手机响起 接通后 老人称对方为杨警官 于是民警亮明身份 我不是什么杨警官 你是不是误会了 那你不是发了一个工作 就是说你是杨警官吗 怎么现在不说 自己是杨警官了 你普通哪里的 你说 骗子的话就觉得 那个一听 可能是听到 我们的身份了以后 他就完全就是 语言上面表达 已经是完全是 知识乌的 自己也编不下去了 而老人存入 对方账户中的 两万五千元钱 已被骗子转走 目前案件 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其实这种电信诈骗手法 已经是老套路了 但由于其有恐吓性 对于不了解此类诈骗 或第一次接到 类似电话的人来说 还是容易上当的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 公检法 机关不会通过电话 这种过于简单的形式 来告知当事人 涉嫌违法犯罪 这么重大的事件 大家不要轻易相信 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非法捕猎 往往较为隐蔽 可江苏省扬州市 有两个90后小青年 却与众不同 他们敢用手机直播 结果被人给举报了 那最近他们也受到了 法律的制裁 要说这俩小伙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日江苏省扬州市 警方街道报警称 有人在网上 直播捕猎野生动物 根据线索 民警将90后 周某与陈某抓获 原来这俩小伙 平时喜欢看手机直播 还想着怎么当主播 他们一合计 就在某直播APP上 注册了一个账号 直播不列野生动物 没想到 他们还没出位 就先把警察招来了 经调查 两人一共非法捕捉 班鸠黑水鸡26只 朱欢两只 最终法庭认定 周某和陈某二人 犯非法狩猎罪 依法分别判处 罚金3000与5000元 高解大家 就是要有环保意识 不要轻易地去补力 各种野生动物 弄不好 就会各种形式犯罪 好 再来看其他三农时讯 近日都市农业品质大连 2018大连优质特色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 在北京举行 此次活动集中推荐了辽宁 大连大樱桃等50余种农产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采购商 和大连市供应商 现场达成销售一项金额2亿多元 大连各级政府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协同合作 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逐步实现优质农产品 有产的好 想卖的好转变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并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